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 Spiritual Money 大家今天看到一個版面比較有趣的就是 我就邀請了我學這個加密貨幣的老師 Lawina 是不是? Lawina 我有沒有讀錯? 好少叫你的名字 最近大家聽到我經常說我學這個加密貨幣 轉眼就學了六、七堂 大開眼界的 結果現在就邀請了你有個江湖外號 就是這個紋身人差為什麼你這麼懶惰呢? 有太多問題了 在我未介紹的Lawina之前 我跟大家說一下這一集是關於什麼的 加密貨幣是一樣很... 你說新又行不新又行 因為其實Bitcoin大家都聽過的 已經有十四年歷史十年了 我們接著會做大概五、六集 看看流量如何 你的反應如何 反應好的話做多幾集 就是這個為什麼是加密貨幣呢? 聽起來好像是虛擬 很多人說是虛擬貨幣 虛擬的喔 那好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不是這個加密貨幣呢? 為什麼你沒有下場呢? 好了 為什麼可以贏到這個遊戲呢? 為什麼在這個遊戲那裡可以賺錢呢?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到底加密貨幣或者這個Bitcoin 是什麼一回事呢? 為什麼這麼厲害這麼新興呢? 好 下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很靈性的呢? 有一天呢 其實加密貨幣呢 其實加密貨幣呢 就是很靈性的 我在學你的聲音 哇 加密貨幣不是很商業的 不是很金融 是很商業的嗎? 為什麼會是靈性的呢? 這個都夠我們講一集的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學了這個加密貨幣之後呢 我覺得我自己是大開眼界的 在靈性上 好了 下一件事就是 到底我們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呢? 跟加密貨幣有關呢? 跟你有關呢? 跟我們生活有關呢? 那美國三間銀行又倒閉了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怎麼可以保命 怎麼可以保住我們的財富呢? 好了 再下一條問題 暫時我想到的就是 為什麼現在是Best Timing呢? Best Timing exactly 是什麼時候呢? 好了 未開始我們有這麼多條問題 一分鐘要回答一下 可能六集、七集、八集都不行了 那Lowena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你是誰 你是什麼人 為什麼你這麼瘋 為什麼會是加密貨幣 好 交個麥克風給你 Esta老師 大家好 我是紋身人妻 我是Esta老師的粉絲 我覺得很神奇 我竟然上了這個YouTube 我是Lowena 我是香港人 一半是台灣人 那我就在香港出生的 之後就去了台灣住了一輪 但是都是在香港長大 那就是很窮的 那我爸爸是一個 曾經 我曾經 我曾經是很窮的 你現在也很窮 因為加密貨幣 因為加密貨幣 幫了我手 那還沒去到那裡 我曾經是很窮的 爸爸是開的士的 那我看到爸爸做得很辛苦 那我跟我兩個妹 我一個妹 就是我和妹妹 兩姐妹 那時候我們是住木屋的 一開始 那旁邊的屋被人燒了 至於牛池灣的木屋 那些是潛建出來的 那時候 那旁邊的屋被人燒了 我記得 那我很小 真的很小的 那我爸爸就說 不行了 我們一定要改善生活了 不可以住在木屋 那我爸爸就很努力的 駕駛很多的士 就終於 就可以住到唐樓了 那我就去了 土瓜灣住唐樓的 那時候 機場就在啟德的 那所以我長大的時候 是每一個小時 就會有一架 飛機 那樣的 我就習慣了 那 那 那時候 因為我看著我爸爸 就做事做得很辛苦的 我不敢問我爸爸拿錢 那又不敢問他 去買東西 那同學我也不知道 原來我是很窮的 就是你很窮的時候 你不知道自己窮 那我和我妹妹 就是我們不出家吃飯 我們也不會慶祝任何節日 我們也不會有禮物 那但是我們不知道 因為那個年代 是沒有iPad 80號來的 我們沒有iPad 沒有什麼的 那我就買了一部任天堂 爸爸買了任天堂給我 那我就 道辦 買了一些道辦碟 很便宜 8元一隻 那就是這樣 就長大的 不知道窮也不知道 那我不懂得比較 那但是 後來 十二三四歲了 開始成熟了 咦? 開始知道有名牌袋 這件事了 但我真的沒有錢 又不敢問我爸爸 我知道我爸爸是沒有錢的 我爸爸把所有錢 給我學到鋼琴 那我這樣知道 其實我學鋼琴這件事 已經洗掉我爸爸所有的積蓄 那所以我就 開始做打工 那我十四歲 我就 做一張假的身份證 就去 當時 影印的 因為我說 我十五歲 我說 我自己十五歲 我十五歲 我身份證在媽媽 那樣 所以我給你影印的 那樣 那我就去 麥當勞打工 就是我第一份 沒錯 就是這樣 莫稀少年窮 所以現在我很感謝宇宙 比我十四歲 那麼窮 比我十四歲開始打工 那麥當勞打了一個月 我就說 我要考試 我想溫習 然後老闆就說 那你不用回來了 那我就給你 好了 那我們就入正題了 好了 為什麼 到底這個加密貨幣是什麼一回事 下面有很多條問題 為什麼是加密貨幣 還有為什麼不是加密貨幣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玩這件事 不如我們首先說就是 到底加密貨幣是什麼一回事 由這裏講起 就事源於2008、2009 那個金融風暴 那我不知道你們的聽眾有多大 那當時我是投資了 那時候我二十幾歲 那時候我就有錢在股票上 那我就蝕鬼了 那幸好 因為早上年紀小 就是蝕鬼了 都不是很多錢 但是那個年代 都是很多錢 那其實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因為原來發現 你有沒有看那套電影叫做 The Big Shot 那就是講這個 2008年這個金融風暴的 就是講原來那些賜案 那些樓房地產 房地產 房…那些什麼? 那些貨幣 賜案再按上 再按再按 然後房地產一泡 就整塊一泡 那基本上就是說 那些銀行 原來是拿著我們的辛苦的貨幣 他們用來做賤 基本上他們做了這個賤 拿來炒上炒 他們炒冷了 那就是雷曼事件 就是了 雷曼事件 他炒了之後 原來政府就會給他們錢 因為他們太大了 太大了 那就沒事了 沒有人坐牢 那裡老土 沒有人需要被懲罰 沒有人需要被坐牢 沒有人需要被坐牢 你說這個世界 多麼不公平 真的 是啊 那這個時候 真的很生氣 因為我老公 我老爺 即是老公的爸爸 那個時候正剛剛想退休 一個金融風暴 他退休金就斬了一半 然後一個風暴 他虧了很多錢 然後退不了休 後來又要做事 等等 好了 比特幣了 為什麼會出來呢 就是話說 有個人 或者一個群組 我們不知道他的什麼名字 一個身份神秘的人 他叫做Satoshi Nakamoto 那他呢 有些人譯他這個名字 他覺得他是日本人 譯他就是中本聰 這樣譯他的名字 好了 中本聰這個人 其實他很聰明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如果知道 他應該已經被自殺了 所以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他就說不行 很不公平 這個整個金錢制度 都是一個Premit Scheme來的 是一個 是一個scan 這樣他就覺得 不行 我要創造一個貨幣系統 是全世界全球平均分 distribute 的 是要公平的 所以我說很靈性 就是這個意思 全部人都是可以擁有的 而不是那些影子最厲害的人 可以按鈕在這裡印錢的 現在印多少 原來之前疫情這樣 按一按 印了整個美金的四倍 這樣 然後之前三家銀行倒 又撕了三個Tillion出來 就是這些零 你知道嗎 要還的 誰還 我們的子女要還的 我們的孫子要還的 怎樣還 交稅要還的 這些不是亂地印的 但他印完之後 又不是我們收 最頂的那些收 是啦 就放一些給我們 給你們一萬元 你們去洗一下 這樣 太錢了 讓你們塞住你的口 那中本聰就覺得 哇 太不公平了 為什麼這些銀行 拿我們的小市民的錢 自己炒焦了 沒事發生 但我們好像我老爺 就退不了休了 他就決定 OK 我要做這個加密貨幣出來 我要做這個Bitcoin出來 那他就創造了這個Blockchain 所以已經在2009年開始了 那所以 因為其實他先出了一個 white paper 然後他就要出來 所以這個慢慢就說 但是總之他的意願就是 我們要做一件 是很公平 很公正 hard money sound money 怎樣為之 sound money 就是有限 現在他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的錢是沒有限的 你印多少個零在後面 不知道的 他就說2% inflation 每年2%通脹 為什麼要接受 為什麼要接受 為什麼要接受2% 現在還要不是2% 現在他已經失控了 因為忍得太多 失控了 那中共總之覺得 不行 我要做一件事 是會通縮的 eventually 是會通縮的 一開始會漲 但是慢慢會變成縮的 他就設計了這個Blockchain 所以這個是非常靈性的 就這樣出現了 其實如果你說要殺死Bitcoin 那個時候是要殺他的 但是他太小了 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以為打機 以為沒有人理會他 現在14、15年了 你現在想殺他 就殺不了 那殺他不死 就加入了 那我們說Bitcoin 因為Bitcoin 就是加密貨幣的龍頭 大佬 加上以太幣 以太幣已經和Bitcoin 是叮噹碼頭的 其餘那些有個外號的 不過我們就不方便在這裏說 Bitcoin和以太幣之外 是有另外一個總稱 有沒有聽到這個總稱 其實是叫O-Coin的 O-Coin 我聽了一支Coin 這個真的是正式名字 但當然英文是叫Shitcoin 真的 中文還有一些更差的 是啊 是啊 好了 講到這裏 其實已經用了多少時間了 沒有時間了 其實我想 看一看我節目的朋友 我們的會員 都知道 其實我是有很多銀 是存在這裏的 佔了我七成的資產 但是為什麼我還要去找 第二樣的投資工具呢 當然有原因 好了 那你又為什麼會選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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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玩貴金屬的 我是有買金 我又加了賣金 又加了銀 又加了一幅金 是有買樓的 我是有上來的 一直從銀 但我升上來以前 我已經是買銀 我喜歡聽 我喜歡重複的,聽來聽去 為什麼呢? 其實那個時候我從03年開始 那時候我第一次去玩基金 不懂的,剛剛大學出來 然後有個保險叔叔叫我買投資基金 30年後就會變100萬 每個月就存多少錢 那時候我每月存了三千元 那時候存三千元 人工13000元,我存了三千元 你也很厲害 是啊 因為那時候我知道我一定要存錢 那我的朋友就買手袋 買Chanel 買手機 那我就買基金 而且開始買股票了 因為我要存錢買樓 我說最少三層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存錢買樓 所以的確是 慢慢慢慢就發現 其實是有點過了 我自己覺得 這個個人不是投資意見 那我覺得港股就難一點了 因為其實很大操控 另外遊戲 這個真的很過人 我也不知道你們的留言 其實要玩 真的玩美股 而現在我自己覺得 還不是美國 其實之前是那個Fang 只有五大 現在好像有九間 大約都是Tesla Google 其實你只買過幾間 其他都一般的 所以我就開始發現 咦? 其實那個升幅不是很大 要等很久 然後我想可能買樓 買樓 香港又不同 我現在住在澳洲 香港就不同 香港因為地少人多 那樓真的升大約五年 升一倍 五至七年 你都會回一回 有些會回兩三倍 現在升到四倍都有 但是我澳洲地大 澳洲我都是想 家裡大約 當時我買了一層樓 那我在想 那一層樓 它會不會雙倍呢? 是爛樓 因為我年輕人 不是買到好些勁的 以我 你要實際地想 那一層樓 我升不升到一倍呢? 要升一倍 是否要等十年呢? 是否等五年呢? 當然我上到車 我也很開心 而且其實說真的 買樓都是槓桿來的 你都是給一成 可以買到九成 其實是槓桿來的 但是我鎖住了 所以我就開始想 還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賺更多的呢? 然後我就開始 比特幣的宇宙很神奇 會回答我 我問… 宇宙就會說 比特幣啊… 那我就開始研究了 那時候一五年 二百元一粒 現在說三萬元 當然我整個中途做錯了很多壞事 做錯… 做錯了很多錯事 要不然我現在已經財治買了十層樓 那當然… 就是不懂的嘛 那… 就… 但都… 不懂不懂呢? 滾下滾下呢? 都給我買一層樓 用比特幣的錢 那我就開始 反過來看了 OK,金、銀有什麼好呢? 那我就發現 其實金、銀有他們的… 有他們的功能 金是保值的 是的 然後銀是等它爆的 但是銀爆得來的話 那這個世界其實是一般的 那我其實也不想它爆的 那股票呢? 就有… 有些控制 還有是技術 你要怎樣選擇 還有比較久 樓呢? 就入場費貴 不是說買就買 你… 你說雖然買一成就可以入 你一千萬的 你也要一百萬 無緣無故誰有一百萬的 在戶口裡先 那你儲一百萬之前 你是不是也要先擺住那些東西呢? 那其實那時候我就這樣的 打算買樓 那我就存在那些錢 把銀行存在一個高息 不知道給我5%的高息 那我就想 咦?不如我們擺比特幣吧 初初當然不會這麼大膽 買少許而已 然後咦? 給我升一倍 那放多點下去 咦?給我升一倍 那不知道不知道 就是本來想要存十年的 我想買第二層樓 想存十年 不知道三年被我存到了 那我就… 然後我就發現 咦?原來是有技巧的 有partner的 有周期的 原來是… 不是亂來的 然後我就… 那我就進入比特幣 好… OK… 好…明白… 那我為什麼會 跟你去玩這個比特幣呢? 就是因為 其實剛才我講了 70%我的資產已經去了銀那裡 然後剩下一兩年生活費 一邊賺一邊賺 但我就發覺 銀其實被壓抑了70年 那你怎麼知道 她被壓抑多幾年呢? 那當然 剛才Loreena說的事情 都可圈可點 我也是這樣想的 就是… 她不爆的話 我們去不了 就是現在是說 二十多元 二十五元至二十七元 賠匯吧 銀 一盎司 它下一個浪呢 會去到二百的 然後 然後呢 就會去到六百 八百 但是去到那個時候 呢 世界大亂的了 世界是亂了一團糟的了 然後整個金融體系 會完全改變了 那你又不是很想那天出現 但是我有很多錢在那裡摘住了 但我又想要快一點點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打算玩這個 其實這個投資世界很簡單的 永遠就是低買高買 是不是? 無論放豬四海都是這樣的 無論你是金銀 無論是房地產 車位 股票 都是這樣的 低買 高買 OK 那當然很多人反過來 很多人反過來 不懂得投資 所以為什麼投資要學的 大家不要論識那個錢 不肯上課 不肯看書 這個非常需要交學費的 好 然後我們說說什麼呢? 好 不如說說 為什麼比特幣會升 好嗎? 好 這裡時間有限 我就很快就給你五個點 中文 竟然是中文 我還沒見過中文的 slide 我為了Esta Lee的節目 我做了個中文給你看 果然有做功課 好 Esta Lee上課這麼久 都在看英文 我全部看英文 OK 我都是英文人 是的 好 為什麼比特幣價格會上升呢? 因為其實它有爆炸性的增長 有五個點 當然中間有很多東西 這個千絲萬縷的 有很多業障 我們不知道 但是 你只要這五個是 基本的 中間你可以看蠟燭 你怎樣快 這些策略的東西 可以之後再說 嬰兒班來說 五個大點 你只要記得的是 供應它有限 比特幣呢 是全球只有21個million 只有2100萬粒 挖完即止 總之你對比 錢是無限印的 比特幣是有限量的 你已經知道 你買法拉里 還是H&M 袋 那你當然是買法拉里 少一些 好了 然後第二點就是 現在機構 有很多人說 比特幣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不敢買 以前可以這樣說 十年前都可以這樣說 現在不行了 現在呢 剛剛最申請的 就是 Black Rock 最有錢的幾間 都可以申請ETF 那就是說 這些人已經賣了 他背後已經入貨了 他才申請做 整間店鋪給你 好了 第三點就是 全球認可 國家級都開始賣了 國家 這個叫奧沙布達國家 他們是用美金來付錢的 但是他們是沒有自己貨幣的 我們在想 我們香港人 我住在澳洲 或者加拿大 英國什麼都好 我們這些第一世界的人 我們的貨幣很穩定的 我們的市場很穩定的 我們不知道 這個世界是有些人很慘的 其實你要想想 有些小國 他們的通脹已經瘋了 告訴你 上個月我剛剛看了 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本身的錢降 現在比特幣 如果比特幣 如果比特幣 推倒 比特幣 比特幣 對土耳其的錢 的話 是全時間高 就是說 現在你拿著比特幣 你升得很厲害 比特幣 比特幣 你要想一想 這個事情就是 所以說 如果銀要爆 全世界是很難受的 就是因為大亂 所以其實你是慢慢開始的 好了 第四就是 比特幣其實它的 領域的技術是一個 隔壁 其實你要想著 當年 90年代 有人跟你說 買互聯網 如果互聯網是一個 股票 可以買銀行 那你現在就跟你說 現在你可以買 比特幣 可以買隔壁 可以買隔壁 這樣的心態 當然不是這樣 變成你可以分一杯金 第五就是 有東西叫 Metcals Law 和Lindy Effect 那是什麼來的呢 Metcals Law 就是 以前我們是打電話的 一對一的 我打給你 就算我現在是Zoom 現在這一刻 就是我和Esther 兩個在Zoom 但是 現在就叫 Network Effect 原來Zoom 可以同時的 100人一起開 現在 Tony Robbins 本來他開一場 表演 可能以前要坐五千人 那個球場 接著疫情一來 Tony Robbins 開過一萬人 一起想算 多震撼 這樣就是這樣 錢這件事 就是以前的年代 就是 Esther 你欠我一百元 或者我想買一百元 我就給你一百元 實際上我要黏著你的 然後後來就開始 不如我們用紙 用收據 或者用信用卡 那些信用卡 那些信用卡 都還是要 你那張卡幾號 或者有一個scribe 或者要剪刀 或者你買 你也有一個 點對點的東西 現在 Blockchain 就不是了 Blockchain 就是一塊 星鏈的東西 變成全球 一起 一個掃補 變成你就很難 很難去 如果你 但是你現在全球 要炸整個Blockchain 是不行的 基本上 之前都可以 現在太遲了 我們澄清 所謂炸的話 不是用炸藥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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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黑客要做這些 壞事 我們當然不做 我的意思就是 比較難 因為 你沒有一個零點的失敗 如果沒有一間公司 在對面有很多伺服器 你的伺服器一下降 你就要 比特幣就不是 因為整個Blockchain 就是伺服器 現在 blockchain 十四十五年 是差不多 沒有被黑客 很早期的時候 有個隱形 很早期 但是之後 這十幾年來 沒有被黑客 沒有被人 總之沒有 總之現在是 全球最強的 網絡 而這個網絡 是儲存價值 就等於金 以前是一塊金的 但你金是怎樣 我現在想當這塊金 我想給你 對了 那你收到了 Aster 但是 我可不可以這樣給你 但是 比特幣就可以了 所以是一個技術 很贊新的 所以你要想一下 就是 真的會用的 例如 我講個故事 我一個攝影 婚禮攝影的一個助手 我開了婚禮攝影公司 我有一個幫我們做影片 就是我們拍了影片 那我們的影片 其實是住在烏克蘭的 是烏克蘭人來的 那我剛好那時候 那我去年打仗 那他就 剛好他住的那個城市 就是會打仗 那他就間不中 但是會知道的 他們會告訴我 喂 這把衣服要打你了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他總之每一段時間 他就要躲落 整家人躲落去下面的防空洞 然後他就 防空洞躲落去 上面就不知道在那裡炸 那樣 就用不到銀行 可能是網絡 我不知道 他說是黑暗 經常都沒有電 很亂 那時候我就 跟我的 business 生意拍檔 都是你的會員 Ester 那我們就 不如我們 給他一點點比特幣 給他 給個手機 給個號碼 我就叫他 下載銀行李箱 給他一點點錢 他就 不知怎麽 他有個嬰兒女兒 有個老公 就是 是有用的 而不用說 我要寄錢去 Western Union 你都知道 你去柬埔寨 之前 是不是 哇 我好辛苦 我去了加拿大打工 我寄錢給媽媽 我要去 Western Union 然後媽媽就很高興 去 Western Union 拿錢 雖然都沒有了 10% 給她所有費用都拿了 10% 不過 死了 Western Union 真是 對不起 我是你的客戶 我也是這樣說 你告我 但最壞就是 這個都算了 我當給你了 因為她都是一個 service 費 最慘的是 媽媽拿完 Western Union 之後 走出店舖 被人打劫 人家 100%拿過 現在就不用了 但這個是 喂 我是小運運 我是黑社會 我是這些人的 我都站在 Western Union 然後這個媽媽就 我每個月都要去 我這個市區的唯一 我深水埔住 這個唯一一間 Western Union 那些人當然是侯著你 哇 你媽媽多害怕 而這些是沒有事情發生的 比特幣是解決問題的 很明顯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很明顯的 OK 好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 就會連續說 第二、第三、第四集 這樣 OK 好 喜歡新的知識 還有對於Bitcoin 對於加密貨幣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 stay tune 繼續留意 OK 好 我們講到這裡 多謝Lawena OK 拜拜